李財分判中 財路自然通 李財分判中 林修榮 最近有一位聽眾告訴我 他夫婦去中國旅行時購物 商店有人給他一杯茶 他飲用後覺得有點神志不清 而對方推銷的產品 他們都在迷迷糊糊的情況下 同意購買 結果用信用卡花了兩萬多元 買了各種不同的貨品 回到美國才發現 這些貨品的品質非常差 就很後悔 於是通知信用卡公司停止付款 目前信用卡公司 已經暫時將欠帳 在帳單上拿走 調查之後 就會決定是否將欠帳 放上帳單上 很明顯 這位讀者是中了老千計 因為那杯茶當中必定有藥物 因此大家到國外購物的時候 都要提高警覺 不要隨便飲用奉上的飲品 這位讀者是否可以停止付帳呢 我給讀者的答案是 但多數情況下 信用卡公司都會將欠帳 放回到帳單上 原因就是商家只需要提供貨品 已經交付了對方的證明 信用卡公司就不能取消欠款 當然信用卡公司是不會負責調查 客戶是否在神智不清的情況下買東西 因此我相信信用卡公司 取消欠款的機會是非常低的 我是林修榮 下次再在理財分管中見面 請問我請問我